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上一期的節目裡面我講到一個觀點 說現在全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動盪模式 在這個時候中共極有可能趁機對台動武 現在是他們對台動武的最佳的時機 同時中共在這個時候他們自身也是極度虛弱 他們經濟不行了,瀕臨崩潰,內鬥非常的激烈 同時最重要的是大陸老百姓現在是民怨沸騰 民怨已經快達到臨界點了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台灣反擊中共 滅掉中共的最佳的時機 這個視頻播出了以後就有一些台灣的網友 新的網友在下面留言反對我的觀點 這個反對的意見分兩種 第一種是出於對我的觀點的誤解 他們認為我是在想通過台灣 跟中共打一場軍事戰爭把中共給滅掉 他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可能的,不切實際的 確實這種觀點是錯的,但是這不是我的觀點 這是台灣的這些新聞網友對我的一種誤解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這個視頻篇幅太短了 二十分鐘之內不可能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這個問題我曾經在以前講過好多次 所以有些老的網友就明白我在講什麼新網友呢 所以產生一些誤解,那我今天就想來解釋一下 那還有一種觀點呢,就是認為我是想讓台灣去做炮灰 把中共這個打垮了,打亂了之後 我們大陸人坐享其成,他們認為滅中共 那是中國大陸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跟台灣無關 那這種觀點呢,我覺得可能是出於對於中共的不了解 對於全世界局勢的不了解 那我現在呢,先來給那些有誤解的朋友啊 先來解釋一下,絕對不是想讓台灣跟中共去打一場軍事戰爭 而是希望台灣跟中共展開一場政治戰、宣傳戰、心理戰 實際上在過去這些年中共對於台灣的這個政治戰、宣傳戰、心理戰 從來就沒有停過,而且愈演愈烈 比如說在2018年的時候啊,他們就派出了大量的網軍到台灣 去干擾那一次九合一的選舉,而且呢,干擾還成功了 中共所扶持的一些代理人、一些政治人物啊 還真的就取得了選舉的勝利 台灣的民眾被極大程度的誤導了 那這是他們宣傳戰的成功啊 那還有呢,就是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呢 他們用了大量的金錢,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對台灣進行滲透,所以說台灣很多很多的媒體 都被他們掌控了,台灣的很多政治人物都被他們掌控了 甚至台灣的主要的政黨、國民黨都被他們滲透的非常厲害 那什麼新黨啊,什麼統促黨 那就簡直就是他們的貼身的馬仔 就是他們的這個傳話筒 所以說他們對台灣的戰爭早就已經開始了 只不過不是軍事戰爭而已 而中共所做的這些動作,他們的目標就是為了最後 對台動武做一些鋪墊,所以現在台灣的老百姓 可能對於很多人對於這個局勢還不太了解 那麼台灣在這個時候實際上就應當 從政治戰、宣傳戰、心理戰上面 對於中共進行反擊,不是武裝鬥爭 不需要進行武裝鬥爭 進行武裝鬥爭的風險是非常大的 而且台灣去做這場戰爭的勝算不大 即使是像美國軍事實力比中共強大好多倍 他們也不敢輕起戰端 因為對方好歹是一個核大國 一旦戰爭開始,最後的結果誰都不能夠控制 搞得不好,大家同歸於盡 所以說美國在這個事情上面 歐洲這些先進國家在這些事情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謹慎 台灣就更應當謹慎了 不能夠跟中共直接展開軍事上的衝突 一定要想方設法的避免,那怎麼樣避免呢? 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中共內部自己先亂起來 內亂才能夠把中共拖垮 而現在是促進中共進行內亂的一個最佳的時機 內亂主要是分幾種,第一種是民變 老百姓大規模的起來反抗 民變最後就導致軍變 老百姓反抗了,那麼必然就會影響到軍心 就會動搖了軍心 那麼那個時候只要民間的力量最後組織起來了 形成了新的陣營 那麼中共的軍隊裡面 軍心會動搖一部分軍隊開始反叛的時候 開始倒戈的時候 甚至是只要他們保持中立的時候 那麼中共的這個統治危機 那就非常的深重了,就極有可能倒台了 最後就會導致政變 中共內部的矛盾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只要外部有力量推動一下 這個外部力量就包括中國老百姓的力量 民間的力量只要推動一下 他們就有可能倒台 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們所希望的 是台灣介入中國的這個變局能夠推動一下 讓中國大陸爆發顏色革命 民變政變兵變 通過政治戰的方法,通過宣傳戰的方法 讓老百姓先變起來 讓中共內部先鬥起來 最後實現中國的轉型 而中國一旦實現了民主了 走上了民主道路了 那麼台灣也就安全了 台灣就徹底的解出了中共這個心腹之患 台灣就能夠贏得長治久安 那有一些人他認為滅掉中共是中國大陸老百姓自己的事情 這種觀點我是絕對不能夠認同的 中共它現在禍害的不僅僅是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它也是對於台灣對於全世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威脅 所以說滅掉中共這是一個全世界的事情 更是台灣的事情 這就像在二戰之前 有很多這些歐洲國家 包括當時的英國政府 都對於納粹、德國有一種綏靖政策 他們認為這就是德國自己的事情 最多就是德國和幾個周邊國家的事情 德國不是侵犯這些國家的領土嗎? 那是他們的事情,不光我們的事情 我們只要跟德國保持和平的狀態 我們就能夠維持我們自己的繁榮發展 當時英國的首相張伯倫 那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但是後來怎麼樣呢?後來希特勒步步緊逼 消滅了周邊的國家之後 要進一步的進攻法國、進一步的進攻波蘭 把英國的盟友全部幹掉了 直接打到了英吉利海峽的對面 這個時候英國人才明白過來 必須得選擇那些勇敢的跟希特勒 進行鬥爭的領袖 所以丘吉爾上台了 如果是當時英國老百姓 如果是英國的丘吉爾都認為 那是德國自己的事情 如果是美國也想置身事外 說你這是歐洲的事情,我們不管 那麼我們這個人類歷史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 那麼可能我們現在地球上的70億人 絕大多數都是德國人的努力 這個時候我們都生活在納粹的鐵蹄之下 現在我們面臨著同樣的一個局面 當然中共沒有當年的納粹德國那麼強大 但是他的核武器,他的各種各樣的滲透的手法 顛覆的手法,那比希特勒可能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對於全世界的威脅,對台灣的威脅 比那個時候德國對於世界的威脅 只會大不會小 所以說現在滅共是全世界的事情 更是台灣的事情 那麼怎麼樣通過政治戰宣傳戰心理戰來滅掉中共 那這是一個需要策略,需要整體規劃的事情 我甚至是主張發動政治戰宣傳戰心理戰 都不應當由台灣的政府或者是台灣的政黨親自來出面 因為中共他們發起一場戰爭 有時候如果是他們找到一個藉口了 對他們來講可能會更加順利 對於中共動員國內的政治軍事力量 可能會更加的順利 不給他們任何的藉口 當然了他們沒藉口的時候 窮途末路的時候 或者是世界太紛亂的時候 他們有機可乘的時候 他們也會對台動武 藉口畢竟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因素而已 但是即使是一個很小的因素 我們也不給他,那麼不由政府和政黨出面 由誰來出面呢?由台灣的民間人士來出面 這是主體由民間來執行 甚至是這些民間的人士不需要打著台灣的旗號 中共派那麼多網軍到台灣來 他打著中共的旗號了嗎?打著中國的旗號了?沒有 他是化妝成為台灣本地的居民 化妝成為台灣人來擾亂台灣的視聽 台灣人也可以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聲 我們都可以化妝成為 在網路上面化妝成為大陸人民 我們可以通過網路進入大陸的網站 進入大陸的這些社交媒體 對他們施加影響 如果是台灣有幾萬人 幾十萬人來展開這樣的宣傳公式 那你想一想大陸能受得了嗎?中共能夠受得了嗎? 現在中共內部的民怨這麼激烈 如果是有這麼多的人再去點上一把火 再去鼓動一下 那老百姓得到了這個真相之後 老百姓受到了鼓舞之後 那不就是民怨就更有機會爆發出來嗎? 中共會組織網軍 那麼台灣人難道不能夠組織網軍嗎? 台灣有這麼多的人對於中共不滿 台灣有這麼多的人感受到中共對於台灣的威脅 那麼為了保衛台灣 你們為什麼不能夠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呢? 而且這是對台灣只是有意無害的事情 為什麼不做呢?所以現在是一個最好的時機